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又转眼到了五一了 西方是草长鹰飞 东方人山人海 三年的大瘟疫 也仿佛是春过不留痕 好像什么痕迹都没有留下来 仿佛这场伤亡惨重的人类浩劫或者大灾难 没有任何的政治后果和神学的痕迹 主流基督徒继续攻击我们 讲到台的政治信息太多 仍然有网友在持续地追问我们 你这些年讲行公义 秉公行义 平信徒 到底怎样行义呢 看着这场人山人海吃喝玩乐的年复一年的中国项目 我们可以谈一谈回答一下这个网友这样的一个经典的问题 平信徒如何行义呢 这也是我们倡导基督教重建 无法回避或者绕行的问题 我好像一直也没有系统地谈这个话题 因为我一直认为这不是个问题 那怎么会成为问题呢 按照常识来讲 这不是问题啊 大致而言呢 我们的生活范畴在三个维度里面 第一就是社会 第二个是教会 第三个是环境 就生态环境或者资源环境而言呢 如果我们明明知道 现有的资源和生态的承载能力已经非常非常有限了 那么作为基督徒 是不是可以稍微的节制一下你吃喝玩耍的心智呢 对周围的动物植物生态资源有一个节制的心态 这就是平信徒基本的形意了 或者在加拿大在我们所生存的环境里面 对我们周边的环境 少一点纯粹消费的心态 我们一起去努力 保持我们的儿女也能一直生活在一个有草场应非的春天的环境里面 这并不难 少点消费的心态 少点奢侈的心态 多过一些有吃有穿就当知足的日子 这是神所教导我们的 我们因此跟外邦人区别出来 就社会而言 大家知道最近这个资博好像火了 其实这个事情让我看得特别难过特别绝望 你看北京那边刚刚熊熊大火 现在还不知道死了多少人应该超过30人 那是一种残酷的烧烤吗 这边烧烤火了 仿佛从来也没有发生过生命的悲剂 而且我昨天看到了一个视频 真是好难过 很多孩子丢失的家长 跑到了资博去 为什么呢 因为那里人多 所以他们在那个烧烤的现场 举着他们失踪孩子的照片 要寻找 让这些人山人海的人 发一点天良 帮着他们寻找孩子 基本上没有人关心这些事情 我们知道在世界范围内 中国的这个被拐卖儿童的犯罪是最猖獗的 其实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呢 那就是我们的冷漠 你想如果形成一个特别广泛的社会氛围 社会氛围 多少会阻断犯罪的这种动机 可是没有 那么我们问一下基督徒 如果也有华人基督徒在自博现场 你会起来去安慰他们几句吗 至少对这项的事情表示一下关注 能不能在你的微博 微信 推特 博客 用一定的比例去分享他们的照片 他们的眼泪 他们的忧伤来取代你 拍着现场的吃喝的视频呢 为什么要问我平行徒怎么行义呢 还有就是诚实 我们从小生活在一个谎言的国度里面 以谎言为智慧的这种族性和人性 在我们自己的身上 从来也没有被洁净掉 我们能不能每一天少说点谎话 多学一学诚实 每一个人 你为什么要问我平行徒怎么行义呢 为什么天天说谎 犯事说谎 不断说谎 越来越多的谎言呢 那些不能 正式不能正伪的话 我们真的要节制 所以为什么要问我平行徒怎么行义呢 我看到这个中国最近的因为三年的这个瘟疫 突然的这个游人的增加 所以很多的接待单位旅行社宾馆都供不应求 于是这些宾馆就开始耍流氓 取消了这个游客的这个预定 编了华天酒地般的谎言 目的是重新抬高它的价格 这是什么 这就是一种民族性的谎言 习惯了 这种商业智慧 但是这种谎言在我自己身上 在我们身上有啊 其实圣经讲的行义 政治公义是一个方面 而且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但远远不是全部 他不过就是教导在一个所谓的基督教国家 基督教社会 基督教文明里面 每一个人尽可能的做一个善良而诚实的人 行善的人 先知以赛亚说 我的百姓行不善之道或者不行善道 在我们的环境里面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里面诚实 是我们首先应该活出来的基督徒的生命吧 在我现在所居住的那个小小区 小小区里面 进来的路啊已经破烂不堪了 我就看见了西方基督教文明的衰败 这真是衰败 没有人说大家在一起实现一个区域自治 合起来把这个路添一添 我现在决定我来做了 I pay I do 我花钱我做 他们会不会同意不知道呢 什么叫基督徒行义 到公共场合少点的大声喧哗 在东方还是在西方 五一是一个旅游的假期 有人邀了别人的太太 约了别人的老公去旅行 你为什么要问我平信徒怎么行义呢 不用再问了 其实很简单 很常识 教会也是如此 如果我们基督徒愿意表现一些爱心讨神的喜悦 但是我们要记得 如果不是以教会为中心的服侍和爱 我们一定要小心 把它它会变成世恩 商业 甚至人情 这是一种事态 所以为什么要问我 什么是平信徒所行的意义呢 其实最低的底线就是 三年大瘟疫结束之后 当你再一次听我们这样讲到台信息的时候 至少 你应该觉得我们讲义 讲公义 甚至讲政治公义 讲的不是太多了 而是太少了 支持一个牧师讲义道 你为什么要问我 你为什么要问我 什么是平信徒所行的意义呢 这些问题我最近有一个反省 我觉得它不是很诚实 之所以一直在质疑 平信徒怎么行义 归根结底是不想行义 而不想行义最重要的原因是 根本不相信基督要回来 因为基督回来 根据圣经的基本的启示 他要跟每一个人讨要你行义的见证 称义不足以面对基督复连 要记录这个常识 神要跟我们看你所行的 善道 否则没有人在神面前 仅仅靠称义可以站立在大宝座面前 而这一点 是我们基督教重建 智慧重要的一个原则 而我们今天的正道经文 与此相关 翻到下一页 基督教重建三大维度 三大原则 三大支柱 第一 从传统或者主流基督教的个人得救 个人本位主义 转向教会本位主义 而启示录非常充分的告诉了我们 这种教会或者心腹和新郎的关系 启示录一到三章叙事的主体单位 七间教会 基督再回来 是新郎要娶新妇 新妇 新妇准备好了 新妇不是你我他 新妇是教会 所以以教会为主体 取代个人得救这种主流的 一千五百年 特别是五百年来的基督教福音运动 这是我们基督教重建的第一大原则 在现代社会有一个非常对立的政治潮流 那就叫政党政治的出现 实际上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 政党政治剽窃了 取代了 颠覆了掩盖了 教会作为 上帝创世之初在人间 胜过万有的奥秘 以夫所书和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八节告诉我们 胜过阴间的门就是教会 胜过撒旦魔鬼的诠释就是教会的真理 但是当个人取代教会 成为我们人类跟上帝主要关系 甚至唯一关系的时候 这是现代基督教的核心特色 平等主义 公理会 弟兄会 聚会所 个人得救 每个人直接面对上帝不需要教皇 矫枉过正也不需要教会 对 结果是什么 结果是基督教彻彻底底的 失去了胜过阴间的权柄和能力 这是问题当中的问题 这是核心的问题 所以我们为什么批评戴德圣 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呢 中国社会真正的发生的冲突 既不是东方和西方的冲突 也不是传统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冲突 实际上是两种社会组织运动之间的冲突 一个方面是 建立在国民党这种现代政党的基础之上的 现代党团运动 蓬勃发展 另外一个方面是 基督教主动让起了教会的权柄 转向了个人和边缘 这是理解150年中国现代历史真正的秘密 基督教重建的第二个维度 就是以称义为中心的传统的基督教的教义 均衡为以称义和行义并重的或者双元中心的圣经架构 称义 它的事实根据是十字架 如果基督教标榜只知道基督病他定十字架 称义为中心的见证足够了 因为称义标明我们生命的从造或者新生出生 我们得救本乎恩 也因着信 并不是出于自己 乃是神所赐的 不需要行为 绝对不需要行为 免得有人指着行为夸口 我们拿什么来比喻 从生或称义的真理呢 婴孩出生 我们的出生和我们的功劳 一以毛钱关系没有 跟你的行为没有关系 跟你行律法没有关系 我们在洗礼时接受洗礼 我们从母腹里面出来 完完全全处于恩典 基督教作为一个婴儿教 作为一个初代教会也好 个人洗礼重生 作为一个重生的事实 完全符合基督教所有的纲领 唯独信心 唯独基督 唯独恩典 预金香都可以 全部覆盖了 从 甚至从天主教开始 路德会圣宫会 东正教 改革宗 进行会 灵恩派 讲的是一件事儿 什么事儿 称义 因信称义 错不错 没有错 这是圣经真理呀 错在哪里呢 错在我们的基督教 就一直生活在婴儿期 从来也没有断过奶 从来很少有人问一个问题 那然后呢 然后上天堂 但是基督教还有第二个维度 就是基督不仅第一次来定十字架 说我们音信称义 他还要再回来 要求每个人交出一个考卷 那个考卷叫行义 行善的 复活得生 作恶的 复活定罪 马太福音从第21章开始 一直到28章 都在讲这件事 或者说大部分信息 在讲这件事情 那么完完全全在讲这件事情 是从彼得书信 约翰书信 约翰书信 一二三书 雅各书 由大书 一直到启示录 启示录的每一个字 都在讲行义 他来要根据个人的行为 审判个人 面对基督的复林 传统的基督教 只知道基督并他定十字架 或者以称义 以音信称义 旧恩论 为中心的神学框架彻底坍塌了 在这个意义上 我到今天为止 我整体上否定宗教改革 这场宗教改革是被基督教自己 自吹自雷的夸大了 它实际上完成了五百年 再一次被掳于巴比伦的这样的历史 重蹈了这样的历史轨迹 这种宗教改革的基本特色是什么呢 就是用称义取代行义 用圣经上的话来讲 基督教跟天主教 发生的所有的征战和战场 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把蒙虫变成了骆驼 我们现在把加尔文要义 协同书 公导书 我说的是圣公会 在这场神学征战 五百年来的神学征战所形成的所有的要义 教义和文件当中的 所争论的所有的项目 都是蒙虫 我没有办法注意展开来证实我的观点 我只举一个例子就好了 比如圣参论 最常以圣参论为中心的基督教内部血淋淋的残酷的兄弟倾压和战争 他们所争辩的核心项目 在我们今天看来 荒唐可笑 莫名其妙 这是撒旦的工作 感谢这三年我们不断的往圣经里面走 今天才有勇气讲这个常识 我就问大家一个简单的问题 这个饼 这个饼 这个酒 何时 怎样 为什么 如何变成了基督的身体和血 这件事情 它是根据多少圣经的经文 成了基督教的核心战场呢 一届都没有 但是它支配了五百年基督教的战争 中心的重建 中心的虚构 中心的重置 我们真正失去的是什么 我们真正失去的是面对基督复临 我们当在世上秉公行义的天招天命 哪一个宗派 哪一间教会 可以靠着你对圣参真理的所谓独特的领受 你在讲你根本不知道的事 不用再讲了 我们的CSMP从来永远不会考这些东西 我的意思是说 有哪一个人 哪一种宗派 哪一间教会 当基督复临的时候 你可以靠着你对圣参真理的独特想象 站在他的面前呢 他要审判你这个吗 不 他要看你是行义了没有 你是否穿戴了 披上了圣徒所行的义 所以五百年的基督教的宗教改革 整体上是一场蒙虫骆驼的运动 是不应该发生的 但是他偏偏发生了的 一场异教化的运动 这是基督教重建的第二个维度 我从说大家文印象第一个维度呢 从个人主体转向教会主体 第二 从称义转向称义和行义的均衡 第三 从边缘返回中心 或者说 从边缘返返回中心 同时仍然兼顾边缘的 这样的一个整权的信息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否定戴得生的内地会 当然我们也不会走向李提摩泰的朝廷路线 返回中心是什么意思啊 返回中心的意思是 我们再也不把这个世界的高台 核心的地带交给政治 交给异教 交给世界的王 我们回来了 因为这是天父世界 我们的神是万有之神 这是真正的上帝真正的真理 而把我刚才讲的三大维度 基督教重现的三大原则 个人于教会 称义于行义 边缘于中心 表达的智慧完整的一段信息 除了启示录以外就是马太福音 尤其是马太福音最后的八章 二十一章到二十八章 这是什么信息 马太福音这八章是耶稣在耶路撒冷 耶稣在耶路撒冷啊 二十一章第一节 耶稣到耶路撒冷融入圣城了 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基本的神学重点 我们讲过了 就是从边缘到中心 他弃绝了彼得的体意 说在山上在高山上搭三座旁就可以了 这是主流基督教追求的 这是戴德生追求的 这是尼托生追求的 这是亡明道追求的 这是生命记堪追求的 这是大卫包森追求的 我们把中心让出去 不要去耶路撒冷 不要去世界的中心 我们在山上搭坐三座棚 多好风景这边多好吗 但是基督约先知告诉我们 这种现实是上帝最厌恶的 有一个词就讲这种情况 叫什么 在园中献地 在砖上烧香 在山上敬拜 以赛亚书六十四章 耶利米书讲同样的道理 他们在树下与偶像行淫 自嗨自乐自愈装神弄鬼 所以马太福音在结束的 在这三分之一的篇幅里面 聚焦主耶稣在人生最后的一段路程 耶路撒冷 挑战一切权贵 宗教领袖和政治领袖 最后树敌无数 残造杀害 第二 在这八章经文里面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构 会重置基督教的神学框架 这个结构是什么呢 就是二十一章到二十五章 用五章的篇幅讲什么 讲基督再来 真是遗憾 讲福音 讲福音 传福音 讲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 我们最熟悉 可是我们没有想到 主耶稣在耶路撒冷 用这么长的篇幅 长篇大论的教导 再讲一件事 他要回来 审判个人 按照行为审判个人 只知道基督并他定十字架 和这五章的信息没有关系 在马太福音这八章经文当中 讲十字架只有三章经文 二十六章 二十七章 二十八章 那么在刚才我这个 重述的架构里面 我们甚至可以这样来讲 十字架也不过是为他 再回来做的预备 明白这个道理 就看马太福音结束的这四节经文 二十八章十六到二十节 这五节经文吧 主耶稣说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这十字架之后 所有的叙事结构变了 他已经是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了 所以你们要去 让万民做我的门徒返回中心 整个世界都在复活基督的权柄之下 不再有什么君王 他是唯一的君王 复活了 然后呢 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凡我所教导的 都叫他们遵守 两大真理 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一信称义 从生出生 不是处于你的行为 完全是恩典 但是第二个方面呢 行义 凡我所教导的 都叫他们遵守 遵行 行为 他教导什么了 马太福音23章 那律法上更重要的是 就是公义 怜悯 谦卑节制等等 这是要行的 那也不是不可行的 最后我必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什么意思 他要回来 所以马太福音最后八章经文 有五章在讲他要回来 根据个人所行的 报应个人 称义 只是生命的开端 天路的起点 最后他要根据行为 审判个人 基督第一次来 在十字架完成了他 全部的使命 但是他要第二次来 要在大宝座上 根据人的善恶审判个人 这是整个旧约39卷书的 核心信息 实际上旧约预表基督第一次来的 信息相对不多 先知的远景是基督的第二次相连 叫耶和华的日子 如果我们只知道基督并他定十字架 实际上圣经当中70%的内容都没有意义 这也正是现在很多所谓的基督教的师父们讲的 胡说 就是只看福音说就可以了 他不知道六十六卷书 大部分信息 是神要回来根据地球上的每一个人 他们的行为 审判他们 所以必须改变 马上就改变 这是圣经 这是基本的真理 这段信息同样 聚焦刚才我讲的另外一个事件 那就是个人和教会的关系 教会作为主体 以我们今天的正道经文为例 我们看到这三大基督教成见的三大原则 都在其中 第一 从中心到 从边缘到中心 耶路撒冷教导的 我不再讲了 第二 从称义到行义 我们会看到 义谱 恶谱 根据他们的恶和义 或者进入永死 或者进入永生 第三 从个体到教会 今天的正道经文特别强调的是 他要回来 而神的审判要从神的家 起手 所以这里面的中谱和义谱 首先指向的是教会 尤其是教会的领袖 我们看今天的正道经文 经文不长 明显的分成两大部分 45到47节 审判或者赏赐中谱 48节到第51节 报应或者永罚恶谱 忠于恶 恶于善 善于恶 异于罪 这个二元架构实际上是圣经贯穿66卷书的一个基本的道德判断 或者律法判断或者神的关切 不可丢弃 这里面犯爱主义也被踏碎了 没有说我要怜悯这个恶谱 没有 对他只有审判和咒诅 这很清晰 不仅如此 我们可以看这两段信息讲了一个共同的事实 红色的字体 46节主人来到 第50节主人要来 他要回来 基督一定要回来 现在的基督教 或者说平信徒不知道什么叫平信徒应该行得易 或者这个基督教越来越爱世界跟世界迎合 其实归根结地有一个信仰上的失丧 那就是越来越多的基督徒不再相信他要回来了 我们问一下我们自己 我们真的相信基督要回来吗 我不想唱高调 我也很困惑 很多时候很困惑 我们从初代的使徒 教父 主教 到路德这代人一直到今天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错误的预言 就是基督马上要回来了 当然甚至有人还告诉我们哪天哪月哪年要回来了 而且圣经里面竟然也有这样的词 说到很快就回来了 可是2000年了他仍然还没有回来 我会找一个时间 也可能是到马太福音第28章结束的时候 我重点讲这个问题我是怎么领受的 我有些新的看见 这个问题不解决 我告诉大家我们的信仰是很难扎根的 这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是圣经在说谎呢 是我们理解错误呢 还是他另有深意呢 旧约圣经甚至说他已经回来了 就站在门口了 他已经开始敲门了 他离我们已经不远了 树枝发嫩涨叶的时候他要回来了 可是在哪里呢 我们如果诚实的话 我们就是世人孩子 我们圣经说他要驾云降临 可是万里无云 是我永恒的悲伤 那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随着我们这代人年过半百 我好像明白他在说什么 好吧 我这个问题留下来 卖个关子吧 这是个问题 但是这里面贯穿始终的一个重点是 他要回来 他要回来审判善恶 以善报善 以恶报恶 不要怕难听 不要受自由主义 保守主义 道德主义那套胡言乱语的迷糊 就这么简单 神爱爱他的人 自负己子直到千万代 神恨恨他的人 必讨他们的罪 自负己子直到三四代 从出埃及记到启示录 从未改变 如果改变的话 就不会有马太福音二十三章 或二十一章到二十六章 二十五章 仍然有人在攻击我 说你这个讲的有时候像霸街 你去读马太福音二十三章好了 我们不是传自己的 只是凭着本分 诚诚实实的在讲圣经所讲的 这里讲的是同样的道理 那么与此相关的一个真理 就是仆人如果指向圣旨的话 我们再一次看见了个人主义 是仆人 你不愿意叫牧师可以好吧 你叫仆人行吗 可以 很重要吗 理解今天的信息呢 有两段平行的经文啊 有一段是路加福音十二章四十二到四十六节 讲的大体是同样的内容 还有一段啊 我个人领受的是回去看诗篇一百零四篇 我认为和这里讲的信息结构平行 为什么这样说 算是一道思考题 好 我们看具体的经文 谁是有忠心有见识的仆人 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 按时分粮给他们的呢 义婆 真仆人 神喜悦的仆人 好牧师 好的传道人三个特点 第一 有忠心有见识 原文就是用来修是仆人的两个形容词 忠心的原意 希腊文是有信心的 那首先你得信嘛 然后呢是有见识的有知识的 换言之有信仰有真理的装备 不是灵恩派讲的啊 圣灵感动我我要去讲道 不可以 我们可以从旧约的先知到新约的使徒看就明白了 他们除了有信心以外 他们在圣经真理上的这个装备让我们叹为观止 我们今天太荣幸了 我们今天一定会比我们的先辈讲到好 这点主说的是对的 后来的人所见的更大 因为我们有更方便的检索工具 我就检索中心检索仆人 我比彼得保罗方便多了 方便一万倍 但是你看先知看使徒 你看斯蒂凡使徒保罗彼得的讲道 他怎么讲的 他怎么会想那么准 背下来 当然你可以说圣灵感动 我们今天写一篇讲章用一周时间 反复的检索原文整个圣经去搜索 太方便了 当然彼得他是怎么讲道呢 全在脑子里 这太不可思议了 什么原因 系统的真理装备 你别以为他是个渔民打鱼的 他从小就天天读圣经 天天在犹太会堂里面 天天接受拉比的教训 这个社会本身就是一个圣经学习的社会 这灵文派实在是害人不浅 包括尼托圣坛 不需要装备啊 我们都是平等的呀 我站起来 我们都是一样的弟兄啊 都是一样的弟兄指的是在神面前的地位 不是指职份啊 所以第一个特点信仰与装备 真理上的装备 这是我们建立CSMP真正的目的 装备真理 第二 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 原文是一个词就是管理吧 我大体上把它说成是管理 创世纪第一章26到28节 神说我们要造我们的形象和我们的样式来造人 使他们管理 海里的鱼空中的鸟治理这地 神造了亚当让他在乐园里面管理 修理看守管理 你要实实在在讨厌政治这个词 以后就叫管理好了 八十年代中国各个大学 兴起了一个新的学科叫管理科学 那胡说呢 其实就是政治 但是传统中国汉语当中没有政治这个词 就是从日本剽窃来的大家知道 但是从希腊意义上这个政治就是管理 从哪里开始管理 教会的真理为什么这么重要 教会是一个学习管理的地方 你们还记得摩西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 这群奴隶没有办法自治和管理 后来他岳父来了 那一段经文啊 我相信圣灵是借着他的岳父和摩西的对话和重新的教导 就是在学习政治 学习一个民族从一个奴隶 奴隶是不需要管理的 奴隶需要被管的 人奴隶 奴隶 奴隶的奴隶终于学会了自我管理 但是神起初造然就是给人的这种能力 我们要从神的家或者教会里面 重新学习自我管理的能力 接受管理的素质 神起实真说蛇魔鬼的这一句话颠覆了管理的秩序 真的吗 怀疑主义从希腊起成 但是最早可以上诉到恶史 伊甸园借着教会重建管理的权柄 这是第二个特点 教会有管理的权柄 第三 耀武扬威吗 欺负人吗 这个管理 牧师的第三个特点 神的仆人的第三个特点 按时分量 讲道 我们对教会的管理 我们对一个基督教所谓基督教国家的治理 是按照神的道理 道理不是枪杆子 不是阴谋诡计 不是孙子兵法 是什么 我们要讲道理 但这个道理不是人的道理 是天良 天上的道理 按山上的样式 按天国的宪章 去治理这个社区 这个教区 这个教会 这个国家 这个国度 总结吧 传道人好牧师三个特征 第一真理的装备 第二管理的责任天责或者权柄 第三物要传道 我们是借着道 为道论 不是为物论 不是为心论 我们是借着道理 借着讲道 借着圣经的真理 建造生命 当然也先建造自己 这里面有一个概念 我很喜欢 就按时 按时这个词啊 在希腊文里面 既可以根据时间 既可以只根据时间 亦可以只根据分量 别喂太多 也别喂太少 这需要掌握 这比较难拿捏 我至少提醒CSMP的一些传道人 讲道时间真的不要太长 我现在再努力学习讲短一点 好吧 不展开了不然又长了 往下走吧 46节 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呢 仆人就有福了 首先我告诉大家有福了 有福了 有福了 这个句式和马太福音第五章完全一样 谦虚的谦卑的人有福了 贫穷的人有福了 既可牧衣的人有福了 这里面和那里形成了一个平行的关系 祝福谁呢 这里祝福传道的人 他来要祝福 凭什么祝福 根据行为 就这么简单了 看见他这样行 按照主流教会的这种传统 称义了呀 我已经得救了呀 我要升天了呀 不 不够 要根据你的行为 我不再展开说了 这实在是个常识 真是不知道 根据你的行为 是怎样借着宗教改革 根据你对圣参真理的重新理解 变成了一个新的中心呢 我们今天回到常识了 四十七节 我实在告诉你们 主人要派他管理 一切所有的 你看管理管理 上面是管理谁呀 管理教会呀 教会就是神的家 使徒书信告诉我们 这是永生真理的注释 但是 最后神赐给 圣徒是管理世界 管理一切 和启示录所讲的完全一致 启示录第二章 你们所有的要持守 知道我来 我要把得胜的 我要赐给他们的全名 治理万国 得胜的我要把心赐给他 就是这里 约翰福音三章十五节 一切所有是什么意思 父爱子 于是想万有都交在他手里 一和华是全地的主 万有都是神的 所以上帝要派牧师也好 传道人也好 教会也罢 最后要管理全地 管理世界 我们 唯有我们 有资格谈论 人类命运共同体 把世界把地球管起来 那是我们 流氓没有这权柄 教会有 但是教会不要 教会说 我的国不在这世界上 主导文说 愿你的国降临 几十路 我要赐给你们铁杖 来管理万国 凭什么不要 凭什么不用 西伊路撒冷从天降临 新天新地仍然在这里 新的是因为智力的原则变了 智力的主体变了 仅此而已 天还是这个天 地还是这个地 虽然可以称为新天新地 好吧 我们看第二部分 平行 我们看恶普的三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 恶普心里说 我的主人必来得持 这是什么 平行上面的那个信仰信心 这是恶普的信仰 第二 动手打他的同伴 第三 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 我爱 我太爱圣经了 这不是我矫情 圣经的这种结构和呼应的美于深刻 解明恶药 耳熟能详 通书易懂 又深刻无比 真是太让人震撼了 第一 恶普 假牧师 假基督徒 主流邪教 他们真正的信仰 而且他不敢明说的 放在心里的就是 其实基督不会回来了 看到这一点 让我们实在是配合圣灵的伟大 我们诚实的想一想 你可能经历很多间教会 很多宗派 有多少基督的心里真的相信基督还会回来 所以我们爱世界装神弄鬼 巫婆神汉来了吗 我们要在这个世界里面利用基督搞点什么名堂啊 我们不再相信基督回来了 但是这仅仅是灵恩运动的一个偏离吗 也不是的 有一个种更狡猾的 不再讲基督回来的主流宗派 就叫福音派 他们是怎样把基督还要回来的这个核心的真理 另外一个重要的支柱给他摧毁了 抛弃了 边缘了 回避了呢 靠什么 靠我只知道基督并他定十字架 恐怖吗 我只知道基督并他定十字架 只知道他第一次来 对啊 就是他第一次来嘛 那他实际上的结果就是他不会再来了 谁知道他还来不来 他会来得很迟很迟 只知道基督并他定十字架 唯独恩典 唯独信心 因信称义 这所有所有的蒙虫教义 最后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回避基督再来 而回避基督再来真正的目的就是不需要行义 基督教变成一个特别廉价的宗教 信就行了 我们太喜欢这一套了 它让我们很轻松愉快 最多表演表演一下爱心可以的 所以第一点 教义上的根本颠覆 回避默示论 有人在网上跟我争吵 说路德也特别特别强调默示论 那默示论跟默示论不一样 你相信基督再回来和 相信基督回来要审判你行没行义 这是两个问题 对吗 恶仆的第二大特点 动手打他的同伴 这是什么 这是基督教历史 英法战争 普京打乌克兰 是同伴吗 一乃同袍吧 隶属基督教国家的战争好了 两次世界大战 这是西方的战争吧 打的是谁 同伴 什么叫同伴 我们本来有共同的信仰 宗教改革 动手打他的同伴 圣经啊 太深刻了 第三 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 那一战打翻了 狗血喷头 但是呢 跟外邦人吃吃喝喝 这叫什么 顺服掌前者 我们要爱仇敌 我们要为暴君祷告 酒醉的人 以经皆经 很清晰 在先知书里面和使徒书信里面 就是指外邦人 因为酒 是他们的酒神 财神教跟酒神教 一齿两面 所以古希腊文化很有趣 酒神 那酒怎么能成神呢 太爱了 但是不止如此 启示录十七章二集和第六集 我们赫然开朗 什么叫酒醉的人 酒醉的人就是 喝了圣毒的血 而酩酊大醉的大淫妇 我们看比较严肃的 试经学的著作讲酒醉的人 都是这个观点 那我们就清楚了 您看一方面基督教内部的征战 拜登一定要弄死川普 下三滥也行 另外一个方面 所以不同程度的和所有的暴君行音 和大淫妇行音一起喝酒 称兄道弟 难以置信 上一周出现了一件事我很欣慰啊 蒙特利尔有一座银窝被端出来了 或者正在被端出来 满城华人帮助中心 蒙特利尔华人帮助中心 联邦警察开始调查他们 在我们这座城市 这座小银窝已经危害很多年了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跟他接触过 是否请过他们帮你做财务报税的工作 那你的材料都到北京去了 这和我刚才开篇的时候讲的问题有关了 你问我平行都怎么行义 你说怎么行义呢 你为什么要容忍这样的淫乱在败坏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未来我们的国 这是我们的国家 他们用世界上最下贱最流氓的大红龙的中国式的政治文化 在败坏我们的生活 头叫什么姓李啊 你凭什么 靠着加拿大的自由和资源在帮一个流氓国家做事呢 但是更悲惨更悲催更可耻的是 这个援助中心啊帮助中心的资金来源 相当一部分来自于加拿大三级政府 蒙特利尔市政财政 魁北克省财政联邦财政 还有 他们成立的时候特鲁多同志 特鲁多书记 亲自写贺信 这是怎样一个无耻的 愚昧的 左棍当道的荒诞的国家 就是加拿大除钱除名 帮助中国成立了海外警务使 太出所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不能说三年大瘟疫 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今天终于开始觉醒了 没有这场瘟疫 这种觉醒不可能 谢谢孟晚舟同志吧 谢谢那两个在中国被打的勾血 碰头屁滚尿流 又回来的两个加拿大的败类吧 商业痞子吧 越来越多的加拿大人开始醒了 但还是不够 要回到圣经上去 特鲁多什么情况 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 这叫什么 这叫白左的爱 跟大家讲过 我刚刚接触神学的时候 台湾有一位名牧 神学家 哎呀我有一个梦想 就是将来孔子和耶稣一起吃喝 一起喝酒 一起喝茶 这是什么 这是淫乱 和大淫妇一起淫乱 圣经怎么说呢 圣经说 基督和彼勒有什么相干的 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同的 你们要从不信的那里面出来 和他们分别出来 和他们分别出来 我就做你们的神 那喝了圣徒血的 喝了一人的血 杀害一人的流氓国家 你为什么跟他千丝万捋呢 甚至还要坐上宾呢 龙爪已经伸到了我们的生活的身处 但是从哪里伸过来的呢 从特鲁多这群败类那里面伸过来的 特鲁多是当被咒诅的 他要悔改 还有悔改的希望吗 我不知道 特鲁多算是恶普了 在这个意义上 愧对天恩 不配做加拿大的领袖 我相信这是真的 想不到的日子 不知道的时辰 那仆人的主人要来 我们能否指着这三年的大瘟疫 说这是主要回来的征兆呢 可以 因为这正是福音书和启示录 告诉我们的 他回来的时候 哪里有地震 战争 还有瘟疫 怎么处理他 把他腰斩了 定他和假冒伪善的人同罪 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 爱不切齿在马太福音里面指的就是永罚永死 永远的在地狱里 没有得救的可能 假冒伪善的人同罪23章 这些人就是跟法利塞人和文士一样是被咒诅的 假冒伪善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 告诉我们的就是前面三样的恶朴的三个特点 这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处理 就是把它腰斩了 刚才我们读这段福音书的时候 你可能注意到没有这个词 这里怎么出来的呢 这是原文 我们回到原文吧 和和本很善良 很假冒伪善 有一些翻译总是要弯着 让中国人听着舒服 我不再举例了 这又是一例 因为这太血腥了 所以和和本在这里就把它翻译 是要重重的惩治它 但是原文就是要把它切碎了 把它腰斩了 旧约圣经有一个相同的词 那个翻译有得走另外一个极端了 你知道它怎么翻的吗 单一礼书要把它临持了 这个翻译得不好 为什么 因为只有中华民族有临持这个伟大的发明 西亚那个时候没有临持这个刑法 比较残酷的无非就是倒镜十字架嘛 临持这是我们的民族瑰宝 不能被外人抢夺 我们有专利 我们的版权 腰斩是什么意思呢 翻译下一页 再往下翻 这是腰斩 我们看撒末尔记上 撒末尔说要把亚马利王雅甲带到我这里来 雅甲就欢欢喜喜的来到他面前 心里说死亡的苦难必定过去了 撒末尔说 你既用刀子使妇人丧子 这样 你母亲在妇人中也必丧子 于是 撒末尔在吉甲 伊和华面前讲亚甲杀死 这是什么时间的事儿了 这是以色列刚刚建国 我们说以色列人从一个家族 变成了一个民族 从埃及纪到撒末尔纪 从一个民族变成一个国家 撒末尔纪到历代至历网纪 以色列建国之处面临的一个威胁 就是来自于亚玛丽王 雅甲 仔细考察原文我们知道 雅甲虽然被杀死了 但是他留下了一个后人 这是因为扫罗王的妇臣之仁和贪心所致 我们不讲究的历史了 于是雅甲的后裔 后裔叫哈曼 在以色帖记里面发起了一个恶谋 要种族灭绝整个的犹太人 最后以色帖和未迪改戳穿了他的阴谋 当然背后是神的手 结果是哈曼被钉上了十字架 那是十字架 那是真的十字架 很残忍的刑法 但是他的祖宗这位雅甲是被腰斩的 和和本这里翻译的不准 萨摩尔在吉甲耶和华面前讲雅甲腰斩呢 这是最诚实的翻译 亚玛丽是什么人 民数记二十四章七到二十节 出埃及记十七章十六节 综合起来 亚玛丽不简单 亚玛丽是列国之首 以赫华说 我要世世代代与亚玛丽人争战 以赫华说 我要把亚玛丽人的名字 从普天之下抹去了 所以 亚玛丽王被腰斩 姿势体大 和我们讲的教会的得胜 对恶仆的刑法密切相关 还有一位 但以礼书第三章 尼布甲尼撒 他说那三位义人的神是应当称颂的 如果谁不尊重他们 二十九节 必被灵吃 原文 腰斩 什么意思 得罪上帝仆人呢 要被腰斩 就是这么简单的 一脉相承 希伯来书十一章 为什么要腰斩他呢 希伯来书十一章 新约 这里面有一个词 三十七节 被拒 拒死 被刀杀这些概念 腰斩 这些暴君之所以被腰斩 这些恶仆之所以被腰斩 原因很简单 因为他腰斩了神的仆人 神是公义的 我们这样讲的时候 大家心里可能有一个疑惑 听你讲来讲去就回到政治领域去了 怎么把恶仆变成了暴君呢 翻到上一页吧 如果我们首先把这段经文当中的仆人指向传道人 牧师 先知 使徒 没有问题的 因为神的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 但是 与此同时 我们要重新扩大地来应用这个仆人这个概念 讲之应用于君王 可以吗 可以 这不仅仅由古典汉语 牧民这个概念的文化支撑 大家知道君王被称为牧者 这是一个各个民族文化 古老文化的共识 同时也有圣经本身的支撑 以赛亚书四十四章二十八节 居鲁士古列被称为神的仆人 还有以西结书说 我必立一位牧人照管他们 牧养他们 就是我的仆人大卫 大卫不是传道人 大卫是君王 我复制的时候这搞错了 这里面我引用的是什么呢 神说还有一个恶王也是他的仆人 那个恶王叫尼布加尼萨 所以我们的结论很简单 在某种意义上 世界的众王 也可以称为神的仆人 他们负责牧养百姓 牧养国家 牧民 但是呢 牧人当中 君王当中 也有两种君王 两种仆人 那就是 义仆 中仆 和恶仆 明白这个二元论 最简单的圣经的根据呢 列王记 列代志 神愿愿愿做这个游戏和统计 有多少好王 有多少恶王 好王怎样 受耶和华的赏赐 恶王怎样 有悲惨的结局 甚至 到了死后 他的尸骨不能进入先祖的目的 就告诉我们他们受到了永罚 启示录第二章再一次谈到了牧的问题 就是教会要牧养列国 所以牧的概念不仅仅指牧会 也指牧国 基督教的真理 在牧会和牧国之间呢 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 有一个词涵盖了教会和国家 国度 这叫做什么 这就叫做天国 或者神学上讲叫国度的概念 启示录十六章 看到了世界的众王 然后在那个大淫妇的泉下 管辖地上的众王 管辖地上众王的大城 这什么情况 就是牧国的权柄被大淫妇夺去了 所以基督必须回来 把他夺回去 夺回去最后 大淫妇和世界中坊的结局是什么呢 启示录十八章说 圣徒被杀的尸体在巴比伦大城看见了 然后 神要分烧甚至腰斩这些暴军 这周有一个好消息吧 或者至少是一个可以值得注意的新闻 那就是乌克兰的无人机飞到了俄罗斯 要斩首普京 在莫斯科郊外 或者俄罗斯境内被击落 但这件事情好像刚刚开始 这个斩首不是别的 就是腰斩 神要讲到恶朴腰斩了 以前我们讲到西律王要被虫子咬死 有人说这个预言好像没有阴厌 其实很简单 虫子咬死 它真正的神学重点在于永死 那地阴间的火是不灭的 虫子是不死的 这是虫子咬死真正的含义 要斩了就告诉我们 上帝在基督里面一定要复灵 审判好人和恶人 行善的复活得生 作恶的复活定罪 那作为我们而言 从这里能学到什么功课呢 无论是传道人还是基督徒 我们相信基督已经来了 这是个过去的事实 它还要再来 这是真正的事实 即将发生的事实 正在发生的事实 面对基督即将要来 我们只有一种信仰的见证 那就是行义的才是义人 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果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感谢赞美你 愿你的复灵的真理 末世论的真理 大大的复兴你的教会 愿你继续的怜悯和帮助我们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